从前,森林里住着一只名叫罗宾的小鸟 罗宾喜欢唱歌,但有一种独特的嗓音,其他鸟儿不喜欢 它感到如此孤独和悲伤 一天,当它飞过一片草地时,它遇到了一只美丽的蝴蝶,名叫莉莉 他们很快成为朋友,莉莉喜欢罗宾的声音 他告诉她,她的声音很特别,让她感到快乐 但是有一天,随着季节的变化,百合不得不迁移到一个更温暖的地方 罗宾被摧毁了,他想念她的朋友,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 他停止唱歌,好几天都没有离开她的巢穴 一天早上,当它飞过草地时,它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莉莉,它回来看望它了 罗宾高兴极了,开始全心全意地唱歌 森林里的其他鸟终于欣赏了它的声音,也加入了它的行列 罗宾意识到,真正的朋友将永远欣赏你现在的样子 他不需要为其他任何人而改变 从那天起,罗宾每天都快乐地唱歌 周围都是喜欢他独特嗓音的朋友 从前,森林里住着一只名叫罗宾的小鸟 罗宾喜欢唱歌,但有一种独特的嗓音 其他鸟儿不喜欢 他感到如此孤独和悲伤 一天,当他飞过一片草地时 他遇到了一只美丽的蝴蝶,名叫莉莉 他们很快成为朋友,莉莉喜欢罗宾的声音 他告诉她,她的声音很特别,让她感到快乐 但是有一天,随着季节的变化 百合不得不迁移到一个更温暖的地方 罗宾被摧毁了 他想念他的朋友,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 他停止唱歌 好几天都没有离开他的巢穴 一天早上,当他飞过草地时 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莉莉,他回来看望他了 罗宾高兴极了,开始全心全意的唱歌 森林里的其他鸟终于欣赏了他的声音 也加入了他的行列 罗宾意识到,真正的朋友 将永远欣赏你现在的样子 他不需要为其他任何人而改变 从那天起,罗宾每天都快乐地唱歌 周围都是喜欢他独特嗓音的朋友 从前,森林里住着一只名叫罗宾的小鸟 罗宾喜欢唱歌 但有一种独特的嗓音 其他鸟儿不喜欢 他感到如此孤独和悲伤 一天,当他飞过一片草地时 他遇到了一只美丽的蝴蝶 名叫莉莉 他们很快成为朋友 莉莉喜欢罗宾的声音 他告诉他,他的声音很特别 让他感到快乐 但是有一天,随着季节的变化 百合不得不迁移到一个更温暖的地方